听说,今儿给咱们办公室要来一个特别厉害的新总监啊 哦,我也听说了 不是,真的假的 哎呦,他还能开喽咱们呀 没事儿,啊 怕什么 上班时间玩手机,你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哦,不是 不是什么,开多少钱 我什么,我开多少钱 那个,开多少钱 三千 这是两个月的,走人 不是,我是 走 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新来的总监 你们可以叫我严总 看到没有 上班时间玩手机就是这个下场 他是哪个部门的 他是送快递的 累了坐点歇会儿 有电话吗 有 赶紧打一个 哎,滚机了 报警吗,严总 不要报警 给个差评 差评千万不能给啊 大姐刚才是个误会 你让我走我在门口都没敢走 但是我也不敢进来 哎呀,行了,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 我就放心了 您忙不打扰您了 钱 小哥 各位 新官上任 杀鸡警猴 杀别人家的鸡 下骨自己家的猴 这是小周有话呢 说 小周 呃,是这样 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在哪过啊 所以咱们公司事多 就在公司过 重点是 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 求婚 求婚? 不是,你找的行啊 天天加班还有直接谈恋爱 你看 咋求啊,咋求啊 呀呀呀呀呀 就在公司求 在公司求 你太无聊了 哎,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你俩先回去吧 总监来发飙了啊 总监怎么了 多大个领导啊 凶巴巴的干嘛呀 我倒能当总裁的年纪 他才当个总监 总监,对不起 我失严了 没关系,你失业了 不是,总监 走人 我 走人 您听我 走 行 那回头您跟我妈说一声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 你妈是谁啊 他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老妹 第二次杀鸡净猴啊 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 让他给拎出去了 这样 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呢 我来组织 别 大家都听我说啊 我来组织 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 第一个 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 这个创意是谁想的 坐下 第二个 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 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 我 年轻人 工作是工作 你妈是你妈 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 就你这破创意 我一晚上想一麻蛋 还能不能干了 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 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拆了 一家都您放心 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我等着你的surprise 散会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静猴啊 他杀鸡纯粹是爱好 行了 先不管这个 今天先把小猪的事给忙了 忙 进来大伙 兄弟 我听您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那算了 终身大事啊 我听您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那算了 你 什么意思 走走脑子 先过完生日 咱们再加班 解决了 都过来 别怕 一会儿我跟小周 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 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 求婚 放心兄弟 交给我保证让你取伤 等着 卫卫 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牛 你再上 我要是不按 你可千万别冒场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死的 等死吧 走 应该没什么事 你那个求爱的词 准备好没有 组长 我是这么想的 您帮我听一听 好 待会儿啊 我把门打开 把他让进来 然后我就跟他说 站住 我知道 工作亏欠了你很多 因为工作 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 来 我总是在加班 总是在加班 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 还就越多了呢 来 但是 我知道 今天我留下的每一滴汗水 都是为了换回明天 我们更美好的生活 跟上 今天 这里没有客户 没有甲方 没有公章 只有一个傻瓜 背身对你言响 向你喊出心中那三个字 总监好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 你应该非常温柔 非常浪漫地回头对他说 总监好 辛苦了 打个招牌这么有层次 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车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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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边 那边 车钥匙 车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 好啊你们 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 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 没想到 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生日快乐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 引我回来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哪 谢谢你们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总监进回家开车慢点 好的 我想许个月有蛋糕吗 没有 那还能这样过生日吗 把眼睛闭上 好 闭上我 这蛋糕不能给他 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了 这蛋糕上面歌里有字呢 什么字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哎呀 哎呀 小猪你推我 你怎么推我呀 太没良心了 严总你看看 好不容易给你订了蛋糕 他一推我 字都摔坏了 哎呀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 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妈妈真好 嗯 真好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 还能不能再生了 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一定能 能能能能能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 什么礼物 没有礼物 在这儿呢 你可大了 什么 它打开了 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 这什么意思呀 这什么意思啊 这是个愿望 啊 本来 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 但就在一旧卡那一瞬间我队伍了 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 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 所以我们 不送了 你们送礼物的方式还挺有创意的嘛 送的我也不能要 这个我也不能要 小猪佩奇 拿走 这个也不能给 你怎么这么抠啊 不是我抠 你怎么知道 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 装着你们的回忆 装着 装着我的结婚钻戒呢 删到车要选正好 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那个按钮 那个按钮 千万不能按的 这么狠 干嘛 茫茫人海中 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 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 想说而又不敢说 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的说出来 总监好 什么情况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看 什么情况 在这 今天不是和女朋友过生日吗 总监过生日 你女朋友过生日 总监过生日 对 我明白了 你厉害呀 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 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 不是不是交给我了 下一个环节 拿起手中的麦 唱出心中的爱 小周 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让他的爱 伴着你 永远 你有没有感觉到 担心 在相对的视线里才能发现 我们有一个好领导 你为了我们操劳 带我们走向美好 开马去的词改的还挺好 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这个呢 因为您知心呢 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呢 谁的爱人 大家的爱人 你咋啥都抢 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是他的 是他的 也是我的 那个 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 那个 对 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 交给我了 不是 散开 哈哈哈哈 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 看见了吗 看见了 不能要 不物质 不独裁 这点特别好 不是 我喜欢这个 嗯 这是个有趣的皮脑 那个灵魂呢 哈哈哈哈 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你觉得呢 羞涩了啊 女孩一羞涩 这事就能成 这样 以后呢 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 我叫你一声总监 只要下了班 你就是我 好老门 谁是你的好老门 好弟妹 来弟妹 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 回归到这个按钮 你再按很有惊喜 来吗 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 你不会我可按了啊 哎 欸 哎 喂 喂 喂 说 名堂听着礼堂的钟声 我们再想立刻 崅有免失见证 这对男女 现在就要结为父亲 不要忘了这一切 是त迷的神圣 你愿意生死苦乐 永远和他在一起 爱惜他 支wasser他 安慰他 保持他 两人生存 rede 一起美满的家庭 你愿意这样做吗 那你呢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那后天呢 后天也不用来了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 这是一个好老妹该干的事 这到底是咋回事 总监 总监是这么回事 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别说话 真是他 别别说话 站起来 过了 表白还得本人来 兄弟 一会儿谁也别哭啊 谁哭谁是大手 你说 是这样总监 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 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重点是 我想跟她求婚 我们平时太忙了 总是在加班 总是在加班 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 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 能够高兴高兴 没想到 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 真是 生日快乐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你感动了 我也心动了 在办公室求婚 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 你别怕 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 新的一年 身体继续好 能吃能睡 勤与工作 好好交流 对不起 初次见面 吓到大家了 是你们的可爱触动了我 你们像一家人一样温馨 我也想加入你们 我们是一个团队 要彼此温暖 以后我也要温存一点 你们猜我今天多大 过年48 到底谁呀 我错了 真的错了 我的猪 我的猪 总监 我的天哪 你就给他被那么抠呢 不是那里边是有钻戒呀 还是怎么的呀 我的妈呀 整个猪脸你是最傻的 你知道吗 我正好 我印象 你 我印象 我印象